图为轰-20的想象图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右翼超级武器轰-20即将问世,这一战略轰炸机最早明年即将首飞,彻底补齐中国和力量三位一体的最后一块短板。 而对此,有俄国专家表示,由于俄国曾经表示,即使国内的图160变成废铁,也会不卖给中国。 到现在,中国已经研制出了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不再需要图160了,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轰-20甚至可能比歼-20还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对美国本土造成致命威胁。 美国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的轰-20相关的设计指标和作战的能力,都处于保密阶段,但是专家们都认为这一飞机的造型或者会和美国的B-2非常相似, 因为采用飞翼布局能够更加有利于这款战机的隐身,图为轰-20想象图。 作为类似B-2这样的飞翼式飞机,中国在研究轰-20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面对了一系列的问题,像是需要进行S型布置,以降低正面雷达反射率的进气道设计, 以及需要在喷口处进行反雷达照射,以及对排气进行红外消除的作业,这显然是一系列非常够复杂的行为。 虽然说美国的B-2已经有一系列的先例,但是完全模仿,对于轰-20来说也是不可行的。 首先,B-2的无垂尾设计会导致战机的纵向航行变得相当不稳定,就算有了小异也只是能够缓解这一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样,飞机都会呈现S字的方式前进,所以轰-20需要通过一系列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不能通过常规的垂尾来处理。 所以,先进的感应系统和惯性导航设备,甚至通过北斗卫星进行辅助导航,对于轰-20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 图为美军B-2轰炸机,没有垂尾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轰-20并没有主观意义上的方向作,或者轰-20会通过类似于客机一样的方式,通过改变飞机侧倾的方式进行转向,又或者像是B-2一样通过调整自身的副翼,通过减速板的方式来进行转向,也有可能在小翼上安装转向系统又或者是使用全动小翼。 反正,对于飞翼式飞机来说,其可操作性,是非常低下的,总的来说,空-20不管怎么样,都即将进入服役阶段了。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核三位一体将被捕上自己的最后一片拼图,也就是中国战略打击能力全部完成的最后一环,2018年珠海航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此之前很多军迷关心的都是这次航展上会看到哪些中国空军的先进装备。 据说,这次肩负-20隐身战机也会亮相本次航展,不过,它恐怕也不是来做静态展示的,有可能会出现在空中表演环节。 另外还有肩负-10B战机,这次估计也会出现在珠海航展上,这次的意义可以说万众期待,世界瞩目。 因为它目前是中国首款装备矢量发动机的国产战斗机,如果肩负-10B能参加珠海航展,这也是继它在2018年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完成首飞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于战机装备矢量发动机,以下要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通俗讲,矢量发动机就是一种尾吞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的发动机,借它的偏转给战机带来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样就会让战机具备更强的机动能力。 就目前来看,全球也只有中美俄三国能造出矢量发动机,而其中当属俄罗斯的技术最为精湛,当年苏富27在巴黎航展上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动作,靠的就是矢量发动机带给的它匪夷所思的机动性。 眼镜蛇动作之所以难度高,是因为它可以让战机及刹车处于失速状态,机头抬起角度达到110-120度,最终导致机身向斜后方竖立,机尾向前,机头向后翻起,就像眼镜蛇一样。 如果战机能在空中做出这种动作,就意味着在两机格斗时,它将很容易占据上风,通常战机要绕到敌机后方,必须通过快速运回或者折返来完成,这时必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更何况对方战机也不是静视的,等着让你来摇尾,所以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难。 然而,当战机可以完成眼镜蛇动作时,这种急停不仅可以让敌机冲到前方,而且还能增加战机的攻击角度和范围,向上或后上方攻击。 当然,战机想要完成眼镜蛇动作,也不仅要依靠矢量发动机,还有战机结构,可靠性以及飞行员技术等等方面的要求。 不过,总的来说,目前也只有矢量发动机能给战机提供如此优异的机动性,而肩负10B也就是中国首架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的战机。 如果它能在珠海航展上完成眼镜蛇动作,那就说明中国不仅在矢量发动机研制技术方面已经逼近美额,而且在战机可靠性和飞行员技术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 另外,矢量发动机在金负10B身上的成功运用,对中国提升金负20战斗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军迷都知道,目前美国F-22和俄罗斯苏-57都已经配备了矢量发动机,它们的机动性也因此很强,而中国金负20当下只能依靠反转尾翼来增强其机动性。 相比较矢量发动机而言,要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格斗动作还是略显吃力的。 当然,如果肩负20能换装矢量发动机,那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 大家在购买汽车的时候,都应该听过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 对车了解的朋友都明白,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发动机对汽车来说的确很重要。 官方上讲,发动机是能够将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 也就是说,只有汽车装上发动机,才能够将汽油转化为动能,你才能开住车四处溜达。 其实,发动机除了对汽车很关键,对其他需要安装发动机的东西也很关键。 例如,很多军迷朋友都非常喜欢战机,而战机想要飞到天空,就离不开发动机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 为了争夺世界老大的意味,两个国家开始了军类竞赛。 在这期间,两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各方面发展的都非常优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实力。 故而,世界上在发动机领域做的最好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这两个国家对发动机的技术严防死守,导致世界很多国家在发动机的研制上都不是很理想。 说到这里,小编忍不住插两句话,美国经常看到我国有什么新事物,其实,就会说应该拿出来分享,造福整个世界。 可美国的发动机技术,却从不曾拿出来造福世界。 相较于这两个国家,我国在发动机的研制上起步晚,取得的成就也没有美国和俄罗斯多。 在军事领域,发动机一直是我们需要功课的难点。 经过多年研究,我国在发动机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不过,有一款发动机,研制起来相当困难,我国将生产线都购买回来,还用了30年的时间才顺利国产化。 上世纪70年代,我国耗资5亿英镑,购买了40台私备发动机。 当时,我国将私备发动机的生产线同时购买。 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与私备发动机配套的战机停产,导致无法继续研究私备发动机。 后来,随着新款战机问世,私备发动机也有了用武之地,关于私备发动机的研究也可以继续进行。 这前前后后30年的努力,我国终于实现了私备发动机的国产化,并将这款发动机命名为秦岭发动机,世界最尖端航空技术亮相珠海。 歼10,老大的喷碗针给力,歼20笑了,歼峰时刻。 歼20歼10时喷金线珠海,展示世界顶尖超激动性能。 失望变狂喜。 这是近几天君迷关注珠海航展的真实写照,心情落差之大犹如当年长江漂流做漂流疲乏自过虎跳侠, 这一上一下的心情真好比李白的名剧日照香炉生紫烟,摇看徒步挂钱穿, 飞流直下3000尺,一时银河落九天。 原本珠海航展推出展出项目时,专业人士就不说了,君迷向被浇了一盆冷水,项目表上太过平淡,项目表就不转了, 基本都是过往已经展出的项目。 虽然展出的装备都是我国研发的尖端科技技术,嘎心嘎心的,但是现在君迷的胃口被惯坏了,恨不得展出尖星剑才过瘾,有君迷买了票的有点感觉吃亏,大吐苦水。 就在这两天,冷不丁地突然有前方记者拍摄到一架坚持B降落在金湾机场,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架坚持B就是方坚一直传说, 从未见过真容的带住巨尺矢量喷管的那架超机动型坚持,这下君迷群里炸来窝了,引起一片欢呼。 而就在这声欢呼还没喊出口,更为惊诧的是前方记者又拍到了四架歼20出现在金湾机场上空的消息,有图有真相,这声欢呼变成了狂欢。 笔者估计,这两个消息一出,成千的海外专业人员也在忙不迭地赶往珠海,其中恐怕不乏特殊任务的那些人,黄牛跳肯定大涨,笑,老刀写了一篇短文,刚刚准备说说歼10B矢量喷管,结果末计未前,歼20又来了,得嘞,分上,下写写这两型神奇的战机,上,歼10B矢量喷管大闹金湾。 这个消息刚刚公布,军迷立刻大呼太过惊喜,简直有点不敢想象。 要知道全世界能够研发矢量发动机的只有三四个国家,这三四个国家是美、俄、中、英、戴士,拿出来公开在航展上展示的单发型矢量喷管发动机的战斗机。